在我身處這個位於旗玉縣村口市 有40年歷史的資源團地裡 有一半住戶是中國人 隨街都聽到一些人說普通話 走開走完也看到中文告示 我簡直覺得自己回了香港 日本也對你不差 現在這裡也很好住 日本是政府的東西 這裡是公屋的東西 吃不好,朋友不多 甚麼我們中國吃得那麼好 中國要吃甚麼,有甚麼要吃 有活雞,有活魚,有活魚 甚麼都新鮮 在日本 我不是爸爸,我不是… 我不是我自己說 有一個戶口,有一個中國國籍 總之自己也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的心 你住在這裡嗎 你住在幾年嗎 已經住在39年 近來有甚麼變化 變化… 應該是外國人的喧嘩 是中國人的喧嘩 你住在家 有甚麼人呢 有什麼人呢 那些人呢 有甚麼人呢 有什麼人呢 有什麼人呢 但言不通,完全不通話 對,在団子中的桌子和桌子 在外國人住民的誹謗中傷 當時你寫了甚麼 例如是日本人 或是中國人的帰國人 或是污漢 中國人也有個說話叫入鄉除族 為何你搬到來時不想想 你要融入別人的文化 寫回別人的語言、說回別人的語言 可能日本人本身會覺得 這裡其實是棋獄,是日本的地方 為何我去到去時 我看到店舖全都寫中文 中華料理店可能有機會沒有翻譯 不是每一個日本人覺得 有甚麼所謂,他們看得懂就行了 但為何你不想想 我有機會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會被冒犯 為何你不懂得去別人的國家 知道別人的垃圾要分類 知道別人要小聲一點 知道別人有些地方 不能亂坐、亂蹲 甚至聽不懂別人罵他甚麼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泰家保險呈軒 人住公屋,我住公屋 今晚10時半,ViuTV